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来快来快来 太好 这菜有头回见 呦 这什么意思 直播 咱们直播是吧 看这儿正事吧 各位都有手机对不对 有 好 得拿出自己的手机来 足里发那不行 所有手机都要调成响铃模式 我们得听得见 把你们的手机一会调响了之后 放在架子上 但不是放在自己跟前的架子上 是放在别人跟前的架子上 你们每个人跟前都有一手机 都是别人手机 现在都拿起别人手机来 用他的朋友圈发一条 打不开有密码 打开都打开 快点 我拿老秦这发个朋友圈 你拿我这发个朋友圈 随便说 请你来电话 或者我跟你们不来往了 接电话的目的是这样 人家来电话 你得问人家 明天来不来 咱们的意思是 明天约请人来看演出 因为每个人不都是名额吗 约请人来看演出 但是还不能跟人说 来看演出 好 又问你明儿来不来 他说来 这算邀请成功了 他要是人家说这说 那就都算拉倒了 咱们这个范围 就是这一顿饭时间 到今天李大爷站起来说 我饱了 咱们就算拉倒了 行了 太早也不行 听明白了吧 嗯 这也太可乐了 上酒吧 这也太可乐了 你带开这 这也太好玩了 你发的什么肚子 谁给我打电话 我拿给谁一百块钱 别急 我给老秦发这 就是正在做游戏了 说你做游戏 我说 我的万朋就是朋友圈 万能朋友圈吗 我的万朋 有没有朋友借我一万新拥有 能借私聊 求各位了 这行 转了 转了 孟孟 我发了 不疼不雅 那咱一块发 我先发了 我发了 我也发了 你发了 那我发了 发了 发了 哎 来了 谁啊 孙九芳 老公 喂 咱们 哎 小妹你自己跟着说小妹 你跟着说 哭哭 孟茫哭 快起来 快快快 九芳 是九芳吗 怎么了 你找队长有什么事 不是我看见发疯转 我是现在有点缺钱 不是有个急事手里没钱了 我一万一万没有 一万都没有 你明天能不能来 谁来了 小学中学东学 收集丢了 好 你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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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谁啊 你是谁 我这 我这拿一电话我这 你哪个电话啊 不是就刚才有一人过来给我一电话 你明儿能来吗 什么 你明儿能来吗 什么我明儿能来吗 这个技术本人呢 不是你要能来你就 你就来 就借我用 哈哈哈哈 我去哪啊 那记住跟你说吧 你明儿能来吗 哈哈哈哈 你干嘛呢你啊 你去什么地方吗 你发了投的圈啊 我问我问你干嘛呢 我在外地呢 没在北京 没在北京 那你明儿能来吗 我去哪啊我就能来吗 我就问你能不能来 局不局气看你 啊 能能能 真能假能啊 能能 你去哪 你告诉我去哪就进行 你要回北京我回不了 我现在在四川 你在四川呢 咱们能去 来不来 吃败了 咱们去四川吧 咱们去四川吧 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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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就当真了 喂 喂 我子贤 子贤老师 你明儿能来吗 谁能记我 不是你先说 什么事 什么事 就是我叫你出来 你能不能出来 行啊 行啊 是什么时候 是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 几点 开始喝 不是喝的事 喝咱们晚上再说 那个 明天下午 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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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那个在哪 红诗慧 回头我给你发位置 好不好 是是得带着那一万块钱 那肯定得带 我是去就缺这个呢 现金啊 现金 那个转账有记录 行行 好 成吧现金 都是连号的 对 是随份子来了是吗 行嘞 得嘞 太局限了 谢谢紫兴哥 得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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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忙着啊 忙着忙着 我发的是救救我 说不怎么救你 怎么救你 什么情况 这来了 只是 一借钱有点麻烦 对好像都是你好朋友 就你有朋友 人都没有 那我还接不接了 谁啊谁啊 牛九如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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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我得给人打回去 别打一个 你打回来再来 滚蛋 哈哈 怕没听清楚刚才 哎 九如 哎 九如 我那个刚才发了个朋友圈 就是那个 我想问你个问题 明天你能来吗 不是 不是 我先问一个问题 刚才这两句滚蛋都是谁说的呀 都是那个 阮云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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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阮哥好 阮哥好 您借着钱了吗 服务碗倒快 借是借着了 那个不缺钱现在就是 明 明天你你能能来吗 滚蛋 来了 是让我滚一个还是让我来 就是 你就说你能不能来 明天有没有时间 能不能来 有有有有有 啊 明天有时间 你不演出啊 滚着来 嗯 有时间 您看什么时候了 你什么时候没有演出啊 对 明天下午又演出 你们都 都安排演出了 行了 我问人能来 行了 冒河堂啊 你滚蛋吧 你 人家人都有演出 我这来不合适 哎呦 有一位 直接给我转账 转过来了 转一万 转一万 发了 咱们有一个1月18基金会 你转到那去 给您生日啊 哈哈 你就生日会就完了 喂 喂 喂 张可晴 你咋了 我 我 我现在 现在 有点事 你先跟人说一 你没事吧 我看你怎么着救你 怎么了 是你现在得救救我 你你明天能不能来 上哪去啊 北北京 不在北京呢 现在 呃 明天 明天 明天能不能来红石会馆 明晚 什么 什么情况 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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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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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能来什么 红石会馆 怎么啦哥 什么情况 反正就是问你能不能来吧 哥这儿有点情况 就这么个事 好好好 好好好 妥了 妥了啊 看我来啊 看孟哥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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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四哥 你怎么地了啊 四哥 曹徽阳 明天下午两点红石会馆 您来不来 怎么说的没清楚 明天下午两点红石会馆 对 来呀 来 真干脆 您也不问 您也不问问什么事就来呀 没问 一听红石会馆 肯定不是外人的事啊 没问题 来呀 来 行 行 来 你说来就挂 就算 来就挂 挂了 哎 明天你们找的观众 可都是你们队员啊 哈哈哈哈 到时候审贼也都 都不乐啊 这也做点 没朋友 没朋友 九龙 我挂了 哎呦 兄弟 兄弟你怎么光膀子呢 光着膀子呢 你真白痴 小妈 小妈 咔口 啊 你盖上点兄弟 你盖上点盖上点 录着的录着的录着 咱那个 就是我就问你一小问题 你太局气了 我一发朋友圈 你给我打一电话 我外甥傻白糖 好朋友 太够意思了 我不是借钱 现在不是借钱的事了 我现在钱够了 嗯 那个明天 明天你能来吗 明天 我 我能去吗 你不是淘汰了吗 哈哈哈 你是被淘汰 但是你能来吗 我可以来啊 你在哪呢 在家裤子 我在床上 别死 我知道你在床上呢 你现在在 是在北京呢 还是在外地呢 在谁床上 在北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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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明天能来 是不是 能来啊 怎么了 不来他明天也得来 好嘞 明天来啊 菊姐太棒了 点赞 那个师傅在这呢 外上 哎 这事睡着早啊 现在 谁能来啊 孩子睡着早 还没活儿老婆 活儿竟然睡觉了 黄晓涛你没场上吗 队长问你 有没有场 杀六 我有场 哪边太兴了 兄弟 你站不住 你你到底有没有场啊 行吧行吧 有人见啊 另外那什么 你们几个人就没有朋友吗 你们都 发了吗你们 发了 发了 徐潇倩你有朋友没有 怎么离个电话都没有 这个话 话题是正在玩游戏中 大西西也没有 你朋友圈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喝酒黄 就这一好不好 我给你发了一个文艺信 来 吴上庄 雪地跪求任何人来电话 期待中 吴上庄 等着吧 看来不来 谁呀 喝酒黄 哎 哎 孟哥 华华 哎 孟哥 哎 我跟酒西聊天呢 大华 哎 明儿你能来吗 明儿 哪哪哪啊 红日会 下午两点 能能去啊 啊行 成了 挂了吧 酒狼们有电话嘞 有吗 哎 来了来了来了 折队 折队 折队是谁啊 对折吧 那个 踢手的张希哲 张信哲 张信哲 喂 我一听我拿脚子拽你我 你有意识吗 没有啊 没有 没没看 我把朋友圈叫你吃饭了 所以我跟志哥我们在店里说一口 哪个店啊 你过来吗 哪个店啊 我那个小龙虾那店 小龙虾那店 不是 哎 你明儿你来吗 明天 去哪儿啊 我就问你名儿来不来 你问你来不来 来来来来来 好 挂了啊 挂了 师兄 来 哥 谁 哎呦 你发的啥呀 伦哥 我 你发的啥呀 我发的是那个 这回是师娘 天冷 天冷加衣服 师娘 师 师娘 你来呢 我们 先别骂街啊 我们 我们 我们吃饺子呢 您 吃饺子呢 对对对对 我们正吃饭呢 然后那个 我们 那个 我们没录节目 然后那个 明天我们四川有一相声大会 您能来吗 不能来是吧 四川 来吧 来吧 疯了吧你 我还是比较紧张的 您 那什么 什么 什么事儿 谁给谁打电话啊 没事 我就问你在哪儿了 什么时候上家来 哦 你干啥 你能来吗 你能不能来 我能来 我能来 我后天 我后天上家去师娘 行 好嘞 好嘞 得嘞 你问呢 问明天 您能不能来啊 哇 人家那个 就是跟四川人去不了 谁要去四川啊 师娘去不了 没说上四川啊 咱多得上四川 浪费一名额 浪费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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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一口吃都落地了啊 对对对 你从来没看过 刘云平这么紧张的 确认识 因为这条事儿我太鼓气了 到现在我给您和我师娘打电话 我就得站起来 谁不是 老秦没人给打 老秦发那个不对 那钢口 你要不再给你自己发一个别的 拿来我给你发一个 我是那个手写 哦哦 您想打人我来 对我手写吧 您说让他给你打 啊 那个 给我打个电话就这么难吗 好 好 真好 还好了 好 我发表了 我发表了 简单 没事 走你 好嘞 你来吗 你谁不是让给你打吗 你来吗 哈哈哈 红圈说了吗 给我打电话 我你来吗 我来哪啊 你就问你来不来吗 来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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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啊 这是个同学 再我坑一个 老秦你那老自个按自个电话不成啊 老秦你那不成啊 看那么多就是评论 老秦你电话拿过来 鸽子我跟你带着来 哎好 我们俩替你接 又来电话了 不知道我怎么听着你应该说清楚啊 问 哎你把邮费给我转一下 哎呦我天哪 这个丢人哪 我太太耐我老秦了 干嘛呀 要转一万 因为这一节目你收34万 我老秦说你要用钱老秦这有 老秦这是私房钱没事 你老秦不知道了一会儿 老秦可别干我们这节目啊 看上这节目坏了 不用老爷不用老爷 我们这节目做无戏呢啊 算了多少日子了 喂 哎 哎儿子 哎您来不来 哈哈 儿子我是妈妈 我吞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吞你电话号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什么来不来呀 妈妈今天刚到机场了 啊对 您是从四川回走的是吗 对对对 您是什么四川的特产吗 我让这朋友给您带 哈哈哈哈 这啊没事没事 我们这儿正录像的 您明儿来不来 明天哪 啊 明天那你要求我就去呗 哎成成了 不是他说的是去 哎 人说来不来 人得你得说来才行呢 来呀 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 哎行行 谢谢节目组 谢谢节目组 多会说常常话 你妈是常上综艺的主 哈哈哈哈 啊 行行行 谢谢妈 谢谢妈咱们明儿见 这会儿我心里还平复不了 虽然删了 感觉很感动 是吧 很多人关心我 那明儿他们来吗 不来 哈哈哈哈 一听说开玩笑都不来了 其实晚上得得罪多少人呢 那错不了 想想这后朋友也得罪了 亲戚也完了 朋友也得罪了 联系不上了 嗯 以后再发朋友圈借钱 真借不着了 猪肉松 估计在台上吧 对 哎 别骂街啊 喂 您好 喂 您好 我是周九良 您是 哎 我是祝贺聪 啊 祝贺聪先生 啊 祝贺聪先生 明天下午两点 得云红视会 来不来 哎 明天下午什么活动 你甭管什么活动 来不来 来不来 你说来 对啊 来 好的 再见 哈哈 这不就框了一个秒啊 祝贺聪明天有场吧 坏了 园子空了 都跑这儿停箱上来的 明儿啊 咱们一个同事一个妈妈 一个同事一个妈妈 哈哈 来不就完了吗 来 孙女不是我的教练 这位上的朋友太可以了 你都是这咱自己人 哎 哥 那个 明儿 来不来 我去哪儿 不是 我就问你 来或者不来 你就回答 来或者不来 就完了 来 好 行 好 谢谢哥 行 我们下班了 好 这个很快乐 是吧 佑老师 高兴 挺好 其实就刚才这个状态 我估计要是 在外头不可能发生 别的单位里面 也不会有这个状态 就是咱们 你包括其实戏位数 你看 卢云萍接的师娘电话的表情 啊 你看跟你们一下啊 啊啊啊 看 刚才那状态 其实恨不得 赶紧挂电话呀 可别骂着我呀 啊 这就是人真实的表情 很好啊 所以说咱们这个 真是一家人过日子啊 这个到现在 咱们这个可就是 马上大团圆收官了啊 哎 很开心 其实有点舍不得 这孟克唐表情就出卖自己了 他恨不得天天天对啊 你想啊 他一次朋友圈正好就慢 就愿意天天的 愿意天天的啊 挺好 这个涉及到比赛呢 就不可避免的 有两个字在这里边 你才拿两个字 黑幕 嗯 不黑幕不得云呐啊 坊间传闻啊 每次喜剧类节目都是有黑幕啊 不管是云鹏大林那会儿都是这样 其实我是一路走来我心里最明白的 观众们可能不相信 同行们也可能不相信 但是其实我最知道了 最大的黑幕呢 在其他的喜剧节目里边 最大的黑幕就是德云社不能拿冠军 那我亲眼看着他们导演组的人 跟赞助方的人 就在我跟前那设计 把谁的分撩上去 把谁的人气压下来 所以说看惯了这之后呢 我自己这个得分什么 其实不往心里去 今天咱们自个儿家的比赛 那么有没有黑幕呢 你别看我呀 你是今天 我来看我 喜欢你 看我 你们看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首先我哥跟我们这都是小时候看我长起来的 你们差多少岁你们之间 我跟孪哥十岁 十二岁 十二岁 你八四年的吗 对 他八年 我九六年的 我大一轮 一个生肖 所以孪哥大小就特别疼我 长大以后我说好好的我也等等他 谢谢您 你是小的时候亲眼看见他在咱们家吃的东西 那可我真的 我一分牙都掉了 我们一个沙发上睡过觉在这 错不了 为什么要保护我 你太凶了 他是保护别人不受你伤害 宇文庞 你打算保护谁来这就是 我今天保护的是张和伦张老师 你把老师俩都是去了 我还能夺活两年 你不是说你保护了我吗 我没说我保护你 你打电话 他接过去了 他说你保护我 然后跟我要200块钱保护呗 跟我要200块钱保护呗 你这个傻玩意儿 你给他吧 我没给他呀 我没给他呀 我说200块钱给你几个号码 你知道吗 我直接转到那帐号上 你是个创收的小能手啊 他老跟我要斗币 结果呢你保护的那个张和伦 保护张老师 你别张老师 我还想度活两年呢 保护赫伦 我觉得他的像艺术很强 他就一直夸你 哇哦 他说很感谢岳哥啊 第六期就救了 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今天是选的是第四 没想到你是第四 我们不是按人挑的啊 我们是按那个票选那个排名挑的啊 其实你想保护我 我不是那数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本来想保护你 我不是那数 你不是那数 鸾哥是那 因为我以为鸾哥第一呢 我是那第一的母子吗 我跟你说 这个我们聊天都还说希望谁第一 我跟你大爷还真是说希望你第一 我真我谢谢你了 咱不是第一的苗子 但是我们也承认 如果观众投票的话 你拿不了第一 那可不拿不了第一 就说观众门咱自个家说 我们老伯俩希望你是第一的 我真谢谢你 真实话 但最后我们这选谁保护谁 也跟你们那投票是有关系的 你落在那个树上 我们就保护你 所以敢巧了 你大爷挨个的谁保护谁 师父您保护谁 我保护这孩子 我很爱 感情细腻 文物双全 自己猜猜 又会哭又会画画 那就他了呗 我保护的是上大撇 那师父得可以保护你了 要不然你得干嘛折执是吧 我要不保护他 你想他能跟乱云平一场吗 我不是也保护你吗 后来 对吧 接到师父的指令了 不是指令孩子 是李轮石哥 李轮石哥愿意跟你一块说相声 基本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显如今到了收官大团圆了 接下来演出非常的重要 大伙也有了场次了 也知道谁跟谁是一对了 是吧 咱们这样 别人你们该练功练功 该创作创作 我说鸾云平上酒溪这个呢 既然我说保护呢 我得有一个保护的样子 这个饭吃完之后 你们跟我上车 回玫瑰园 到家里书房去 我给你们说说活 好不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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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没想到吧 哎呦 然后你大爷保护的人呢 跟你大爷上马场去 去抽出马分 去搓搓搓搓搓 还是得活儿 干个活儿也挺好的 小孟行车熟路 那准备好了吗 走 跟我走 各位辛苦 来 师傅 快来吧你们 来各位 来来来 来 聊天呢 我们正说分遗产的事 要给人扒了 马上这一季就算要结束了 感想如何 老爷们 师傅要咱坐着聊怎么样 有凑子 您坐 走走走 这一路走下来 各位有什么感想 饼饼 我现在这么快就到最后的感慨的环境 对啊 因为没有时间了 我觉得甭管这个节目对外界怎么好 我就不说了 我就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挺珍惜的这么一个机会 或者说是有这么一个平台 把咱们能在一块这种影像资料留下来 等我们老了看看 我觉得就是特别好的一种回忆 以后包括你儿子烧麦长大之后 也得看看他爸爸当年 有点看头的 对吧 挺好 老秦 你做一个知名的网红艺术家 还挺开心的 感想如何 其实这一季来说你收获最大 对 我的时候 要不然谁知道你是网红 也是 谁知道他说下来的 因为来录这个节目 其实好多第一次 就是我的第一次都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第一次跟师傅吃饭 第一次跟这么多人一块 我们一块去 一晚上去写节目 好多第一次 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一次 我觉得有成长就好 就别歪来一趟 这一季最了解的 应该就开始了解他了 因为原来我也不在一队 竟从也是跟您一样 从网上看过他 然后但是呢 这一轮我发现他挺不容易的 他没有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 但是他背负了 比我们这么多年经验 还要多的骂名 这个很难 他也挺不容易的 喂 你是秦肖贤老师吗 你就说相声太难听了 这么无聊 我说的都比你可乐 知道吗 你就应该滚出德约社吧 他很希望快速的去成长 适应现在的这个阶段 然后呢 我们也是特别宠他 去尽自己所有的能力 去分享给他 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他上 其实 我也想感谢炳哥 他刚才说这个 不想斗根 说没活 然后呢 其实他 他有活 当时为了让他 这个去报幕 我是为了救活他 怕他这个有压力 但是实话说 我觉得他的压力 该突破突破 就不用扑这些动作 你是个像你演哪 他跟我说这个 在这个节目中 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每个师哥都在这个节目里 帮到我了 其实通过这个节目 咱们就知道 秦小贤不是一个单纯的网红 开始可能是因为小孩不寒碜 观众有人捧 站在那儿就如何如何了 但是通过这个节目 看得出来 他是有进步的 所以说继续努力 我看好你 谢谢师傅 这个录了这么些期了 就是大家其乐融融的 这个感觉呢 让粉丝们看到了 然后也并不是像他们传的 谁跟谁不好 谁跟谁又有矛盾 谁跟他又不在一块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 是大家玩的都很好 都很团结 然后自己呢 就是也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缺点呢 以后咱慢慢进步 对 反正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呢 跟小月呢 也接触的时间也挺长 我跟小月 尤其录完这个第七期之后啊 然后人也说 我跟小月是不是关系不好 或者小月跟我关系不好 其实根本就没有 我们俩都肯定会这个 团结一心呢 小蓝跟我说 这个包子真好 这句话我记一辈子 因为他从来没有夸过我 在我心里 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造语比较高的人 他下来夸了我 夸了我这句之后 我那会觉得我特别好 我们俩人肯定干好各自本职工作 帮助端术再创辉煌 嘿 有个副总的发言状态 是吧 太好了 哎 他竟然能觉得自己玩的 跟大家伙还欺了容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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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终于让他给嘴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而且竟然没反高 哈哈哈哈 竟然低头了 哎 不容易啊 证明这个 上面能说我一嘴呢 就证明大家还是欺了容容 哈哈哈哈 那个孟晚红哎 真好 我是网红队队长 那个其实我这 这个节目参加之后 我觉得我又看到了可以进步的空间 小秦是吧 确实是 哈哈哈哈 其实这个进步确实我们都是看见的 不是 是是是 我说我呀 我说我 我我觉得我还还得能 还得进步 原来你自己到头了 我跟你说呀 这个 我说我呀 这个其实是代表好多向上艺人的心态 其实这东西就是很狭隘 但是85%往上的向上演员他都会这么想 所以说能现在发现自己 这是很好的 啊 还是要努力 咱们这玩儿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没有说我成了成了那就你完了 努力吧 嗯 我还有很大的上手数 对 周老笔 师傅 好多人都拿他当老先生 就跟上岁数一块比 我说你叫老笔就得了啊 对 比不了他们 阿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季下来 这一季我觉得收获了开心快乐 啊 因为平时也没有那么多 不要这儿 你一看就什么杂志采访你 搜货搜货快乐 不要这儿 确实是平时也没有人 平时不快乐 不是 孟狼怎么你了 也没有那么 哈哈 没有什么机会 大家一块儿包括师傅 跟干爹一块儿 还有那么多师傅弟一块儿做游戏啊 创作这个活啊 一块儿演出 平时可能就没有这种这种机会吧 很开心是吧 挺开心的 好 而且这个还没有被淘汰 那个有的是几乎 有 一会头上肠跟你遇了也可能 但是淘汰你是淘汰她 哈哈哈哈 那得淘汰一对啊 留那个没用啊 所以你还有很大的上升 哈哈哈哈 大西西 哎师傅 嗯 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最大的收获就是 等于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在这个环境下 嗯 可能有很多的无形的一些压力 然后跟小剧场比起来 包括一些可能在这个环境下的不适应 然后可能在这个历练的过程中 其实说实话有点煎熬 但我觉得在你成长的道路上 过去之后再回过头来 我觉得看这一段的经历 一定是特别幸福 一个特别难忘的记忆 啊 张立民 我张赫伦 哈哈哈哈 你降嘴啊 你是不是叫张立民 别 字不一样 我就是之前不会玩 真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懵的 应该拜你大爷 拜你大爷什么都会玩的 什么都不会 前半段都懵的 后半段 就是 但是明媚一点了 然后就觉得自己啊 我感觉自己在成长 是自己这个智商啊 也逐渐的在恢复 觉得 错觉 错觉 绝对是错觉 错觉 但我说的就跟之前有 哈哈哈哈 但我自我感觉好像量好了很多 就感觉自己感觉这一一一技下来 实习下来 觉得自己 呃 甭管情商智商都长了一点 不害臊了 对现在就是 我是这么这么理解 这贺轮还挺可爱的 挺好啊 我挺喜欢贺轮 值得努力 很用功啊 不错 咱之前咱们说的得算数啊 你上家去找我 就说活什么的啊 是是是 你别看不起我 我也是说笑话的 我尽量 哈哈哈 张丽敏 哈哈哈 张丽敏 哈哈哈 来来送客 嗯 杨小郎 对 连累人家了啊 呃 我觉得就是那个挺难得的机会 咱们平时咱们现在八个队 然后大伙好像都没有什么机会 能够定期的相聚 我觉得咱们这个录制这个节目就可以定期的大伙相聚一下 主要能和鸾哥齐了柔柔的人不多 哈哈哈 兄弟 我一直在想这句话怎么解释 哎 让我兄弟说出来了 就是 因为咱不是游戏选搭档吗 然后就很随机 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师哥师弟什么的都可以有一个感受他们那个舞台魅力的那个机会 嗯 这特别难得 行 让罗云平给你安排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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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云鹏 哎呦 这一路走来啊 虽说你没有每期都到哈 但是确实你来的时候大伙都开心 嗯 你有什么感想 我最大的感觉是分了队之后我们哥几个其实很少见面 除了除了我们那群那几个 这几个其实见面挺少的 然后通过这个节目在一起玩玩闹闹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我大字眼了 那错不了 完完闹闹 对 挺开心的 我觉得特别开心 郭麒麟 这个节目里边我最开心就能看见郭麒麟了 对 对 因为打三月份呢他就出去工作一直到上次见到是十月 没有没有 上次就九月 九月十几啊 九月中 九月中吧 我看好多你那个粉丝在网上替你打播不平 为你成长的历程鸣鸣 就说管郭麒麟管的太狠了啊 挺好 不不不 这个很需要 这个我为什么这么管郭麒麟 我们家人从遗传基因来说 其实性格是非常内向 而且呢按天津方言来说 我们家的人呢 小信 什么叫小信呢 肯尼就不要紧的话 别人听着没事 我们家人听着就会觉得很受伤害 就当时就觉得很难受 马上就会哭出来可能是 在别人家可能不叫事 所以大林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 他就完全具备我们家这些特点 但是你说让他改 他也不可能有我那些个经验 现在哪有那个扔着社会江湖 你去闯荡闯荡三十年 让人家解决他 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我自己下狠手 咱凡事咱得说结果 所以到今天你看 大林这个状态 我可以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 心疼吗 能不心疼吗 自个儿亲儿子 罗云平小月他们让人欺负 我现在都不是自个儿 但是必须如此 是为了让他以后出色 让他不至于谁瞪一眼 他就委屈地哭一包 那不你看是更可怜吗 是不是 挺好 继续努力 挺好 挺好 余老师 这一记走下来 您感觉如何 我其实真的感触还挺多 实际上最大的对于我来讲的收获 就是平常咱们也忙 孩子们也忙 各自有各自的阵地 咱们了解的周边的孩子们 只是能够跟咱们的商演的那些孩子 其他的 其实德文社 现在来讲可能有三 四分之三的人 我都叫不上名字了 可是您这没匹马您都认识 对 因为我天天看 现在通过这个节目 就有一批孩子 又进入到咱们的眼睛里 对 实力范围之内 而且也让咱们了解了 德文社年轻的一代 有这么多孩子们 这个在这么多年的锻炼当中 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 有了自己的特色 特长 而且呢 有了一定的流量 甚至有的还真的不少 这个感觉挺欣慰 也通过这个节目 这么长时间也知道了他们 了解了他们 也跟他们都混成特别好的 这个朋友状态吧 就是 挺好 我希望还能跟咱们更多的孩子们 多了解了解 以便咱们将来这个 做到心里有数 好 太好了 这个其实你大爷在咱们这儿 我觉得特别重要 为什么呢 你看你们跟我多少还点拘束 那小秦呢 打嘻嘻 看见我这哆瑟成一个了 你看 你看 这多调媚你看见了 历史上的奸臣都这个表象 搂着大太监 搂着皇上 而且确实你大爷平易近人 他也不像我似的 我还能捧着可乐附 我跟你们说事 你大爷没有 你大爷多不开心 一杯酒下去就过去了 阿周 我想让我感动的是上九溪 为什么 因为这个 这一季啊 只要我跟九溪在一块 就是特别衰的那一组 这是感谢我 尤其这第一期的时候被炳哥追着抢旗子 第一本是本 旗子是旗子 旗子也扣 本也扣 不是本给您了 那本是您的了 旗子你扣我们干嘛呢 对不对 炳哥 旗子不能给他 他把他绿带拿走一波 对啊 这现在是一边对一边 你就让他抢了吗 我什么胳膊 他什么胳膊 你是想不管 他已经很含蓄了 对啊 什么本也给人家吧 但是我们互相鼓励 互相激励 就是互相欺骗 反正就是你是最棒的 就是才能坚持下来 对就是在那种环境下 我们俩确实在一块 也不知道那个气场是 可能是不太磁场太对 然后一到那个环境下 我俩就落入一个窘境 然后之后呢 我俩就也不救 因为也没有办法 第三期呢 然后跟余大爷寻山 把所有考官的那些流程 全顺下来了 然后周老师说 来我们出去看看山下 有什么情况吧 我俩出去了 然后就开除了 出去走走 出去看看去 估计你就下眼了 他们俩出去了 他们还能回来了吗 都出去了 估计 好嘞 坚持俩对手 九熙 周周梁 您俩出院以后 就没有考官的资格了 张和龙把咱俩的名字都划了 他划了不算 整个一个试没考 九郎 师傅 我最感谢的是卢哥 嗯 因为我这个 我从第四期开始补位 然后一共演了七个作品到第十期 我有五个作品都是跟卢哥一块演的 你看你的目中无人那样 我这不是目中无人 我是人中无目 都不做 你上我们家做去 你上我们家做去 别别 这我媳妇闺蜜 你真是 唱这歌人 叫什么名字 对了 西伦对象 西班不能睡觉 什么东西 西班不能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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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走开 对 然后卢哥我觉得从业务上来说 就是帮了我挺多的 大轮呢 我比较感谢的是岳哥 因为龙船那期就是漂流那期吧 岳哥就帮了我 他说那个这期我帮你 我觉得你今天 你今天会赢 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 好啊 刚才这一路之上谁表现不错啊 表现都挺好的 那个张沃伦是挺拼的 他是从那走进来的 第六期那个 我一个单口那个 然后后来跟岳哥使了一个 岳哥演出之前才跟我说 要怎么使 要怎么玩 光三挂都花了两万多 三挂现在都不敢见我 为什么不敢见 你得说出来啊 一个老综艺咖的态度啊 帮我讲解了好多 然后帮了我好多 大林不感谢大脑的吗 老颜 哎呦太太感觉都没来老颜 我就是没什么感谢 都是 确实每一位跟我都过多 都有点交情 不说这我们这个喝醉群里 这三位 这我们小时候一块长进来了 包括老秦他刚从戏校毕业的时候 那会儿我们也老在一块 有狼人杀呀 什么又熬夜 那会儿也有他 他原来那会儿我就认识他 是吗 他这么火之前我就认识他 成为网红之前 对 好多同学就是虫 对 孟孟 这都是我孟周 我们商演的时候 我最早出去商演 就带他们 出去一块儿 这也是很多年的交情 包括更早 那会儿我住师傅家的时候 我跟小孟就老一块闹 也是 周九良也是 我这大半夜开着车愣去摊铁肉住南站 我让南站就让他下楼出来 我们吃饭去 吃完饭 我给他吃完了 我说那接我接你 送你自己溜的回去吧 夜的三四点 让自己打车走 因为在我家门口吃着饭 我说我就不送你了 对 这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之后还是好朋友了吗 第二次见就是在德云动校舍的现场 哈哈哈哈 拍多少年面 对 那么多年 他记性不错 对 一直不理我 九郎是我打从一以来 一零年我开始说相声 那会儿九郎就在我们演出队 这么些人 到后来我成立四队 他也上我们四队来 反正确实挺爱相声一个人 哈哈哈哈 观众 这是夸一个大朋友 哈哈哈哈 我兄弟行 一下把龙哥这尴尬替罪起来了 哎呀好好 特别好 龙哥这我们亲自爱徒 亲自爱徒 对吧 我们从一三年年底开始炳哥 龙哥 龙哥 我们一块 到现在也很多年交情了 九夕这更 你们什么表情 九夕 对 九夕他在我住三里屯 有时候我三里屯演出 晚上不想回家 我就上他那住去 冬天他那个电热塔特别暖和 反正都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交情 对 所以要是没这节目 确实也很难把这么些人咱都能聚的一块来 对 好长时间也没跟各位好好玩一玩 上次在横店大伙都特别开心 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头是吧 撤聊一聊是吧 嘻嘻 嘻嘻 结果转天就撕得特别狠 对 确实一看还是老哥们儿时的玩伴 都是好朋友 现在虽然很长时间不参加演出 但看见大家还是特别的亲切 你要说感谢感动什么的 都是让我感动的 亲人本 一家人距离一块可不就是 是呢 开心挺好 这个待会该演出了 也不知道今儿台上你们作品都怎么样 反正好好演就是了 对得起观众 说像呢咱们得穿大褂 这个大褂呢本身来说是咱们的传统的演出服饰 什么内容穿大褂都合适 挺好 咱们继承了这个传统 另外呢 这个咱们这行有有讲究 你后台长辈穿大褂呢 然后旁边徒弟们给帮着弄 你们待会这儿 刚才你们不是谁跟谁 小柳说秦小贤了 小孟说张三李四了 一会你们互相之间穿大褂的 也都帮衬了一下 好不好 您穿着大褂听像是吗 我帮你大爷穿啊 别说我们给您穿 别说我们给您穿 您二位大褂我们穿 我们穿 嘿 反正在德云说后台 我跟你大爷只要一穿大褂 就一帮人过来 弄得我们俩跟生活不能自理似的 是的 好 这个马上就开始演出了 这个你们伺候伺候你大爷吧 给你大爷穿着热乎 就穿上吧 给你大爷把衣裳换上 好好的 是 记得迷骗小心 好不好 好嘞 来来来来 给你大爷穿衣裳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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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谢谢 ̜